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錢錢馬伐 今天呢,我們又來錄影了 所以 那是錄影,不是錄影 然後呢,上次說過 我要帶大家來看一下我怎麼生活的 所以 我現在是要準備生了 所以大家來看一下吧 還有,喜歡我的頻道記得幫我 訂閱,按讚,留言,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先來生活吧 OK,現在呢 我會把 木材,大概會先 這樣子放,因為最下面一定要放最小的木材 這樣子才會比較容易燒 然後大木材會 放比較旁邊一點,那時候真的活起來以後 就可以把 往上堆了 然後呢 我呢,會用這個 它呢,裡面 可以像酒精一樣的東西 它裡面是長這個樣子 我都是通常挖 一點出來 拿一些木材 就挖一點出來就好 我通常這個都會放在我的 錄影的東西 一起 就挖一點 轉一轉 轉一轉 轉啊 轉啊 機材 沒有啊,真的 這個不是燈 不好意思 來來來 然後我會這樣子 然後我通常會把它放在 等一下好不好 然後我會把它放在下面 然後就可以 點火了 它這個通常一點就好了 而且你有時候會看不到火 它真的燒起來以後才會有火 有火出來了 所以通常一點火就可以 其實就可以拿起來了 因為它那個 有點像酒精的東西 其實就很熱了 然後現在呢 最主要 火有點起來了 我們就要開始拿 大一點的木頭 往上堆 通常我都會叫小孩去撿一些 小木頭 然後這邊是我其他的木頭 在這邊 然後我們其他的大木頭 我知道 但是盡量會把它折小一點 然後繼續的往上堆 因為呢 如果一直讓它燒著的時候 它這種火其實 很快就會滅了 現在火已經其實燒滿大的 再把它堆 小一小木頭上去 然後現在呢 就可以再堆一些 更粗一點的木頭 還有更大一塊的 這樣子呢 它火才會燒得比較旺 都可以啊 你要什麼放都隨便你們 不行嘛 只可以拿自己的 是 然後現在火才不夠大了 然後我們可以 再拿出一點點的木頭 再拿出一點點的木頭 這樣子呢 它等一下真的燒起來了 火就會比較大了 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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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手機 咳、咳咳咳 我還不適合 現在火就會有點吸阿 對 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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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打這個 我可以... 這等一下再搜吧 當然有些像這樣子的我就會直接把它劈開 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現在火蠻大的時候 其實就要開始 讓它們把火弄更大 等下最大的就可以丟上去 就可以開始煮了 我們等下開始煮的時候再回來給大家看喔 OK 現在是火幾乎是已經起來了 我們今天在烤最旁邊這個是魚 這個是蚊蜀 就像你現在看到的火已經下位丟了蠻多 木材在裡面還有一根很大的在裡面 所以其實生火最主要就是你要用小木枝 這樣子才可以把它 火生的比較快一點 而且就要一直丟進去 直到大的木頭燒起來以後 就可以不用再丟小木枝了 然後小孩就在那邊玩 然後小孩就在那邊玩 那邊在那邊玩 那邊好多人 我們今天烤地瓜熱地瓜 吃完的東西 還有勒 正在烤焦黑的雞翅 因為這個梨火太近了 很難控制火 還有這是我們帶的木頭 我們今天有另外一個小帳篷 我們的帳篷搭好了 還是我們的小橘 然後這個跟猴子一樣 哈囉 怎麼愛爬 然後吃地瓜 一直錄喔 一直錄你喔 你要幹嘛 然後我也要幫幾個拉 拉 拉 拉到金子了 你拉那個沒有用吧 阿羅 沒力氣了是不是 沒有 我手很滑 他這個很痛啊 你可怕 我要吃 我要吃地瓜 快爬 好走 好了啦 不要爬了啦 爹 我想 幫大家看個東西 幫大家看什麼 那這個爬上去呀 你就要一次爬上去呀 你如果分太多次,你就沒力氣了 加油 他沒力氣了 你去推他一下屁股 推到屁股 媽媽,我幫你一下 你確定嗎? 弟弟走開 你要被姐姐踢到 好,你要給大家看什麼? 看你爬上去嗎? 然後我要推你 嘿,不要不要,小心 好玩嗎? 嘿嘿嘿 好,你看啊 媽咪,弟弟 swing me and I was gonna fall 你之前不是也爬上去,他也到你 你少在那邊 No,弟弟 never swing me 那你不要這樣講 你就說你不要啊 你不要拍 給我吃啦 Here,我沒有 Go 你幫不了弟弟啦 Yes, I can 喔 燙手 Daddy, come help弟弟 Chi 啊 好一點,好一點 我超高的 你是狼狗 捉我 哪有啦 下來了 一點點 你很小心被踢到 受不了 我做了自己 你有沒有吃 就是 我做了 嗯哼 我做了 我是狼狼 你小心點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吃飽了 要出去走路 這是我們的營地 是一個有高度的 我知道很麻煩 但沒辦法 這裡的地 大部分都會這樣 除非是這種 比較平面的 飯後散步 那個是錶地 是我先生的 車車車 旁邊有車 從旁邊 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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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顆 雞 How much is 這十啊 十 沒有是八 我們是六 八 十 有啊 十 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 如果第一次来这种park 不知道哪个位置的时候就 网路上给你看一下图 因为它都有图片 然后如果不喜欢的时候 可以到了以后来走走 看你比较喜欢什么号码 就把它记下来 这样子你下次来的时候 就可以订那个号码 就像在旁边他们都有号码 1617 所以你可以到处看 有没有什么喜欢的号码 就可以把它记下来呢 Is this someone's campsite? 这个是小木屋你可以租的 有一些park 他们本身就会有自己这种像 cabin的一样的东西可以自己租 如果没有帐篷的话也可以租那一种 就还不错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不知道多少啊 对啊所以没有帐篷的也可以租这种也是不错的选择 只是呢以前这种疫情的关系呢 我会带很多消毒的把进去全部到消毒那边 好这边谈面这个 中间这条路谈面是却要可以聚走路的 那边后面有个小木屋不知道是住的还是人家住在那边的 那这边还是可以放水 放船下水的地方好像 那人家的地方呢 那人家的地方呢 对啊 这边有水啊 好在这边呢其实旁边的就有小湖了 所以有些住在比较靠旁边的小湖旁边会有小路 就可以直接下湖去玩水 这边就是他们的小湖 那边是他们的beach在那边 看之前蛮多人的现在大家都散了 可今天才礼拜五而已 所以礼拜五的人说蛮多的了 明天应该是多到报我们不可能 嗯不会不会去那边的 因为现在这疫情关系不会去那边太可怕了 好这边是厕所 通常呢我们都不会住在厕所附近的 因为呢 厕所晚上其实很亮 所以如果你要住附近的时候啊 除非你是不怕亮的那种 就可以住在厕所附近 或是离厕所很近的 你就是可以看到厕所那种 就没关系 可是我们 睡觉喜欢非常暗 所以我们就不会离厕所太近 因为厕所晚上的时候真的会太亮 还有喜欢我的频道不要记得 你要记得 哦叫记得 帮我 卡列卡列卡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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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